近期蔡英文也有乒乓來討論助選 你覺得他會是民進黨的良藥還是主藥 我也要提醒我們蔡英文總統 前一陣子你花冬地震的時候莫不關心 最近幾天雨下了這麼大 也有地方有災情 你顯示過關心嗎 蔡英文總統拜託拜託你 你回歸我們的國政好不好 好 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總統有說你跟韓國瑜搭檔參選總統和副總統 但院長卻對於敗選推說不是主政 然後說無法理解你究竟如何 無法什麼主權有幾句 他說你無法理解 他說你把敗選推給你因為你不是主權 然後又說無法理解你究竟是如何看待韓國瑜 我看待韓國瑜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夥伴 他這次會來幫我們助選也是非常珍惜 就這麼簡單 他不要見縫插針 蔡英文總統的臉書粉絲被發現有很多越南的帳號 院長您會不會覺得他在灌粉 你說他在灌粉 我覺得倒是前一陣子我們巴德運動中心 門先關起來 我覺得前一陣子我們巴德運動中心天花板垮下來 透過CNN變成國際新聞 難怪國際的很多網友要來關心我們鄭英文 到底關不關心我們桃園市政 那邊有質疑說話好像六月的時候在中壢有一棟房子的買賣 對 我覺得他們在誤導視聽 他們說我在中壢有一棟房子那片土地有上萬平方公尺 他是沒有買過房子還是在騙我們的鄉親 大家都知道說集中住宅其實土地是一大片 很多人共同持有 事實上那個上萬平方公尺的土地 我真正的池份只有四坪 只有四坪 我在中壢買一棟房子 那棟房子是一棟老公寓 將近二十年的老公寓不到二十坪 我的土地池份只有四坪 這樣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我覺得他刻意的在誤導視聽 非常惡劣 我們今天請就準備一個手擺 我們現在可以一一的講解 好的 針對一些大家的地方 尤其從上面的土地開始 好 呃 昨天 中選會公布我的財產申報 說我有六十六筆土地 六十六筆土地裡面呢 我要跟大家報告 其中六十筆 是我的太太 她家裡的長輩在兩三年前過世 所繼承的 六十筆土地 都是非常非常小的池份 六十筆土地總共加起來的面積 只有九十坪左右 六十筆土地只有九十坪左右 六十筆土地只有九十坪左右 我太太那邊 就是她的娘家 她的娘家 移民到台灣來好多代了 大家都知道說好多代一代一代的遺傳繼承 就是產生這種非常破碎的繼承 所以我說六十筆土地只有不到九十坪的面積 這是第一筆 這是第一件事情 一筆不到兩筆 平均起來 平均起來一筆不到兩筆 大家自己用算數算一下 六十筆 六十筆的土地總共九十筆左右 大家自己算數按一按 所以我覺得他們刻意地在誤導視聽 第二 我自己名下呢 有六筆 其中一筆 就是剛才我們媒體朋友問到的 就是今年六月 我到桃園來選市長 我當然要在桃園自產 這個時候 在桃園買了一棟不到二十年的老公寓 面積大概不到二十坪 二十坪左右 我十份的土地只有四坪 雖然在登記上面 整塊土地是那塊集中住宅的土地 超過一萬平方公尺 一萬平方公尺 我十份只有四坪 這樣夠清楚了嗎 好 再下來 再下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自己在新店 有一個老房子 那棟房子五十年了 所以那棟的十份 土地一百多坪 完全自己擁有 我在花蓮有一塊農地 事實上是三個地號 這個是我好多年前十幾年前 在花蓮買的農地 我打算要務農 那塊農地是三坡地 不可能蓋房子 不可能炒作 我在上面種了一千棵樹 我在回饋我們台灣的環境 在做節能減碳 上面種了一千棵樹 這是我的用心 還有一塊地 在山枝 也是很大的面積 看起來很大面積 也是十份 只有零點五坪 不到一坪 那是我爸爸 跟我媽媽 我過世的爸爸跟媽媽 放他們骨灰潭的地方 這是他們 長眠互相陪伴的一塊 骨灰潭的地方 我要講民進黨的朋友 你們打選舉要抹黑 也不能這樣抹黑 竟然動到已經往生的老人家頭上 你們到底還有沒有我們傳統的美德 對於已經過世的老人家 的骨灰潭的土地 你們也在打壓 在誤導 非常非常的惡劣 我要呼籲我們所有桃園的鄉親 你們看民進黨這種作風 已經過世的老人家的骨灰潭的土地 把它誤導成我好像有很多 三隻的土地 還有人性嗎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報告 這種惡劣的作風 這些資訊 中選會都有公佈 但是民進黨他只挑 他想要給大家誤導的資訊 真正背後的持份的土地 中立四坪的土地 六十筆土地只有九十坪 三隻的土地看起來很大 我只有零點五坪 放我姑母親的骨灰潭 這種誤導的惡劣作風 我們要去提告 誤導選民對我的印象 意圖使人不當選 我們會盡快的去提告 跟大家報告到這邊 謝謝 還有要問嗎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知道民進黨上任以來 社違法動得非常厲害 那昨天有一個粉專呢 他叫做我是中立人 那我是中立人 竟然就把剛才張善政市長候選人的 中立一萬一千平的平方公尺 說成是張善政候選人的土地 簡直是散播假消息最大的來源 我們剛才已經澄清了非常清楚了 在整個時分裡面 張院長只佔四坪 這四坪被一個側翼講成 張善政市長候選人 擁有一萬一千平方公尺的土地 這簡直是散播假消息 而且造成選贈的傷害 意圖使人不當選 我要呼籲民進黨政府 這種散播假消息的做法 難道不查嗎 過去我是中立人的經營者是王浩宇 現在的經營者 難道跟鄭文燦跟鄭運鵬 沒有任何的關係嗎 過去從鄭運鵬的哥哥南宮大士 去散播假消息被我告發 整個塔綠幫的網軍在桃園 完全在帶風向試圖影響選舉 難道民進黨政府還不查辦嗎 好還有嗎 另外那個 我們民進黨對於臉書的控制實在是非常詭異所思 我們看民進黨包括到剛剛我們林桃所講的 我是中立人或者這些側翼所散布的假消息 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的臉書 在昨天晚上 只是質疑高端的獲利 結果呢 今天早上 我的臉書已經被完全封鎖 完全不能夠再使用 我一個候選人 我質疑高端的價格 竟然我的臉書就這樣子被封鎖了 我接下來這30天我們要如何選舉 所以我們媒體被掌握了 唯一能夠發聲的臉書也被掌握了 這難道就是民進黨的執政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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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